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5日 刚刚有消息就已经说 国安处拘捕死人包括前仲志主席林朗燕 他们四个人就怀疑是利用 惩罚Me 去支援百名海外被通缉的人 拘捕的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这个应该是国安法 另外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 这个可能是刑事条例200下的那条煽动罪 这里下通缉令 那头就拘捕 可能曾经支援他们的人 这招都可以的 大家原先都觉得没事 大家都好地地 没问题的 然后突然下通缉令 就诛连了所有人 再一次过拘捕 其实惩罚Me的那群人可能都觉得以为 是没问题的 一直都是 没有通缉令 什么都没有 无端端 你说 无端端 就说有事要通缉 我想 想 割着都割不切 在他以前通缉之前 帮过他 的人 现在都可以变 有事 以前没有事 未说你有事 不代表之后说你有事 以前就代表没有事 有事 这个计划 也挺严重的 例如 例如 KOL 被煲汤 杀害那件案 如果以前 帮过 他们兇手之一 搭过车 喝过茶 吃过饭 是不是 曾经帮助他 以前 他们没犯法 没问题的 帮他没问题 或者照顾他们没问题 或者帮他们做事也没问题 无端端有一天 说他们犯法 是不是 以前做过的事全部都犯法 这个连助法 都挺有用的 这样抓人 非常之有效 勇可恩就说 之前已经 割了脚 脱离关系 但是问题 你刚刚才通缉 我想登报 脱离关系 或者 断绝 来往 都不行 哪有这么快 你这头说通缉 那头就抓人 很难捉摸 不要紧 最重要是国家安全 全部连助法 都抓了 符合国家利益 一个不留 现在 你看到了 国安加好 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 大家要习惯一下 不要再问 有没有追索期 以前没通缉 这样也当吗 也是当的 以前没有说你犯法 那些不代表你没犯法 只是说你没犯法 大家要好好的 习惯习惯 我说到这里 都是要看一看片头先 OK 看一看opening 好 去片 爆炸头哥你好 有些东西想提提你 你身份证是不是xxxxxx 老爸身份证 老母身份证 两个姐姐身份证 你住xxxx 联明 提提你今天和612 不要周围乱玩呀 尤其是上山好危险的 我拱不知道有什么人会狡猾你 或者又会打给你家人 找他们喝下茶 总之家座定定 不要乱走呀 好危险的 喂 是嗎? 哈囉 哈囉 是不是上來 當然上來 等你 不上去不是人 好啊 帶多少人上來 沒所謂 你喜歡 好啊 拜拜 不是打算走嗎 是呀 是後面有一個 是後面有一個 哈哈 都會有嗎 回來了 大家記得 上Patreon subscribe YouTube comment like 分享一下 今年再重新一次 應該是沒有月餅的 大家可以上Patreon 你們沒得吃 但我也要吃 我後面那班人 都是要吃的 所以大家記得上Patreon 哈哈 或者是之後再找其他東西 就是 拿其他東西出來 送也好 怎樣也好 來回饋一下大家 這是之後的事 但是放心 是沒有通緝飯的 哈哈 沒有通緝飯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 容凱恩 他是知道 他老公 袁尼昌在哪 那袁尼昌又知道 他老爺 袁爸爸在哪 容凱恩 不對袁爸爸 沒有問題的 因為斷絕了關係 但容凱恩 沒有斷絕到 和袁尼昌的關係 而袁尼昌 也很可能 是協助他老爸 其中一個人來的 那容凱恩 是不是應該 刷手指 立即 拿過100萬元 去刷袁尼昌 如果不刷袁尼昌 出來的話 容凱恩其實 也是有機會 包庇 通緝犯的 因為他 只是和袁爸爸 剪掉的關係 還未離婚 還未離原尼昌 那可不可以 有一天 國安處宣布 拘捕 容凱恩 涉嫌以婚姻 支援 百名被通緝港人 這樣 他的婚姻關係 某程度上 是幫助了袁爸爸 去逃離 這個 國安處的通緝令 會不會是幫助袁爸爸 在外國危害 國家安全 因為他的兒子 袁尼昌 是你老公 袁尼昌 又可以幫到他老爸 那容凱恩也是間接幫到他的 除非他打到國安處熱線 把袁尼昌撞出來 如果不是 其實容凱恩 正常來說是逃不掉的 因為通緝犯的近親 全部都是一定要被查的 不會沒事的 因為不知道那些近親 即是兒子女女 老爸老母 會不會幫他潛逃 幫他犯法的 那袁尼昌 首先一定是 投號通緝犯的嫌疑協助人 即是他還未犯法 今天還未說他犯法 不代表他沒有犯法 明天會不會再出通緝令 通緝了袁尼昌 那袁尼昌的老婆容凱恩 會不會有事呢 這個事情 就真的要回答 因為這樣用apps 你都說幫到他潛逃 幫到他在外國犯法 幫到他在外國危害國家安全的話 喂 apps大一點還是 一段婚姻大一點 婚姻是有法律效力的 那趙極容凱恩應該是走不掉才行 不可能被他逃之夭夭的 那今後呢 即是香港人 都是要習慣 究竟每一步 你都想想你自己的行為 究竟有沒有可能 協助通緝犯 或者協助一些 將來會被通緝 但現在未被通緝的人 要不然你都很嚴重 我經常都說 建制派都有分 親生子建制派 和不聽話的建制派 田大少和田二少 就擺明是 那現在呢 田二少 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又是扶貧委員會委員 還有鄉議局顧問 台山同鄉會 蘇州總會成員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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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元朗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名譽顧問 喂 糟糕了 那他現在呢 當然是沒有事 沒有犯法 他現在是 盡是一個建制派的人 但是相對不聽話 或者不是親生子的建制派 會不會 我是支持他的 我支持自由黨 他是自由黨榮譽主席 我支持自由黨的話 我會不會是 曾經幫過他 或者曾經資助過他 或者是他的支持者 萬一他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 無端端被阿姨說 你不聽話 你通緝了 或者是有其他人 不單止是田二少 或者有其他的人 本身是沒有事沒有犯法 無端端說他通緝 有問題 有犯過什麼法 出過通緝令通緝 然後連坐法 你也抓了 為什麼我一直說他是一個高危的建制派 因為他曾經是反對 逃犯修訂條例 硬闖立法會 而且他還是覺得警察執法是有問題 是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很危險 今時今刻就說沒事 以後不知道會不會出事 當然不止建制派 一些中立派 或者是溫和的反對派 大家都要看路 看路 好了 說完這些 也沒什麼好說的事情 就是國安法三年 都是這樣 通緝抓人 通緝抓人 一定是100%入罪率 我也很支持國安法 抓得他們一定是犯法的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好說 今天說什麼好呢 沒理由只是 抓了四個人 開一集 不是我的做事方式 講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講其他事情 講一下歷史 歷史一定對的 不會有事 所以我們轉換另一個題目 是完全不關事的 OK 完全不關事 不要想太多 不要有什麼聯想 下想 我們講一下古代的敢依偉 先拉大我的樣子 敢依偉 敢依偉 敢依偉是什麼 我想大家的認識 都是很停留於 電影 電視 或者是一些 道聽途說的事情 其實九成九都是對的 但是一個錯誤就是 其實去到清朝 都是有敢依偉 這個稍後說 我們現在講歷史 絕對沒有任何影射 什麼諷刺 什麼嘲諷 什麼借股奉金 完全是沒有的 大家不要想太多 OK 大家不要想太多 我只是講歷史 因為想拉長一點的youtube 講長一點的意思 什麼是敢依偉 敢依偉 最高峰的時候 有15萬人 就是全國15萬 其實就是在朱元璋 剛剛登位之後 就設立了一個獨立調查部門 就是效忠於他一個人 就是凌駕所有部門 是執法部門裡面最大 最厲害的一個部門 其實後來就不是最厲害 不過暫時開始的時候 就是最厲害 老百姓也好 連一些文武百官 都是民風喪膽的 他開頭的時候 就是管一些皇帝的移將儀式 做一下皇帝的示威 幫皇帝收集一下情報 保護一下皇帝和及其家人的安全 因為要忠於皇帝 要保障他的安全 皇帝的安全就是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人民才會好 最重要是國安 所以敢依偉是一個古代的國家安全部門 他還有最大的用途就是通緝和捉人 他們基本上是無孔不入 因為情報機關也是他 而且比普通的警察 普通的衙門更大 他是凌駕於衙門之上 那些什麼牙差 暴快都不夠他們高 以現代來說 他們就是一個警署裡面的一個獨立的部門 就是國安署 沒有任何什麼影視 純粹是一個比喻 可能大家都不是古代人 所以就不知道有什麼近乎現代的部門 但是大家都是為國家安全而奮鬥而工作 OK 那開始的時候 這樣以為就不是很多人 但是慢慢搞下搞下 就越來越多人 多人的話 就要越來越多支出 那你用這麼多錢 就當然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所以後面 就出了很多冤假錯案出來 也是很多歷史學家 認為明朝之所以衰敗的原因之一 而且是最大 那些什麼倭寇 什麼清朝 其實都是後話 最重要是錦衣或這支特殊的秘密警察部隊 而引致的 那問一問 特殊GPT有什麼見解 我們用他來開印紙 然後才慢慢說下去 特殊GPT說 不關我的事 但他應該是找了所有東西 然後才慢慢說出來 我問他 阿錦衣衛是什麼 他就說 他原先是直接聽命於皇帝 然後是負責一些朝廷的安全和穩定 就是國家安全和穩定 但是呢 就因為他有極大的權利和自由度 所以在很多情況之下 就會濫用權力 欺壓百姓 包括什麼呢 就是隨處搜查百姓 即是感以為被授權在沒有任何證據之下 可以隨時進行搜捕和拘留 因此經常會對百姓進行任意的搜查和逮捕 亦都曾經試過在搜查的期間 搜查的亂黨期間 要求那些老百姓離開他們的家園 還有就是暴力敲打 以為為了迫使被捕者認罪 常常會用暴力的手段 例如敲打、鞭打、摸皮、凌翅等等的做法 所以就會引伸很多冤架錯案 因為拘捕不到人的話 其實以為是會被罰的 想證明自己做得到好打得 底下就唯有嚴刑逼供 拘捕你回來就一定是你有罪 不會說拘捕你回來 但是你沒有罪 如果拘捕你回來 證明你沒有罪的話 那就是我自己以為做不到事 拘捕錯人 不會的 所以一定是100%入罪率 濫殺無辜 出GDP也是這樣說 經常在沒有限制、沒有約束 即是權力沒有任何約束下 就會出現很多濫殺無辜的情況 還有最重要的是 勾結黑幫 我不知道古代的黑幫是穿什麼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白色衣服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始終黑幫當時有地下秩序 他們捉人的時候 就想有些黑幫幫幫忙 而且黑幫那時候 他們就會從中獲利 即是貪污 簡單來說 就會加劇社會治安的混亂 其實天下是不是太平 皇帝未必知道 這樣以為壞太平就太平 沒有人造反就太平 有黑幫存在 不要緊 我們不發聲 不告訴上面的皇帝 那就太平 我們想要資源撥款 我們想要80億也好 50億也好 只要跟上面的皇帝說 下面很亂 很多人想危害國家安全 我的明朝的百姓 經常想造反 上面就會撥款 為什麼呢 因為朱元璋其實沒有怎麼讀過書 只是小學生來的 做黑衣 不懂得怎麼治理國家 所以他的心就很虛脅 很害怕經常有人謀反 經常擔心 會不會有些朝廷的官員 想趁機推翻自己 會不會有些什麼親信 又想某朝三位 很害怕 你知道皇帝本身讀書 算不算是黑衣 那是零色虛脅 所以一聽到 有些國家安全的大事 有些危害國家安全 那就很害怕了 那些敢依偎 都懂得分 哪些是自己有 哪些不是自己有 如果你有錢的 你給得起錢 那就沒事了 自己有的 那就沒事了 這個通緝犯 是你老爺 不要緊 你就給一下錢 你就打好一些關係 我們就不動你了 所以第五點 就是收受賄賂 那敢依偎怎樣查案 他們就是 不單止可以任意逮捕任何人 甚至可以直接去審訊 好像現代的警察 拘捕了人回來 其實是要走一些正常的法律程序 就不可以說 國家安全大於一切 這樣不行 但敢依偎就可以 國家安全大於一切 而且他們是有自己的衙門 即是有自己的部門 有自己的辦公室 就不是隸屬於普通警察 不是隸屬於什麼普通的衙門 衙門之上 是要再撥款給他們 成立自己的辦公室 那你說這樣也可以嗎 其實是沒錯的 因為在明朝那時候 並沒有任何文明規定 敢依偉的權力去到哪裡 所以如果皇帝說OK的話 那就OK了 不會有任何制約 不會有另一個部門 去說敢依偉太大權力 不會的 敢依偉 只要一聲令下 國家安全大於一切 因為國家安全 所以我要怎樣怎樣怎樣 就可以做得到的了 是沒有任何規定 說不可以做些什麼的 敢依偉 首先是聽皇帝指甲 第二 他審問的人 一定是有罪為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拉回來 說你沒有罪的話 一定是說你 死不悔改 不認罪 沒有悔意 斬 如果認罪的話 OK 你有認罪 證明你真的做過 斬 所以無論是死的 無論是入罪的 在純正期間 有件事叫做敢依偉審人 即是審訊的審 人文的文 總之敢依偉一審訊 基本上死去 純正在位年間 敢依偉曾經審訊過幾十名大臣 即是東林黨的人 很有名的那些 全部都很有名望 但是 全部都是審訊完之後 直接搞定他 即是直接處死 東林黨是什麼呢 就是一群讀書人 你也知道 明朝晚期 其實官僚體系 亂政得很重要 包括一些東廠西廠 敢依偉那些 最看不起的是什麼人呢 就是最看不起那群讀書人 為什麼叫東林黨呢 就是因為叫東林書院 這家書院當然是出產敬人 東林黨有哪幾個出名的呢 就是前一本 周喜元那些都很有名的 不過我相信大家都沒什麼聽過這些 算了不要緊 總之這群讀書人 就算有貢獻都好 你一去審他們 全部最終都一定會有罪 不需要想 因為在朱元璋剛剛成立 錦依偉的初期 就已經訂立了規矩 如果錦依偉捉不到人 錦依偉就會受罰 因為你做不到事 所以你久不久就要捉人 證明自己是有存在價值的 如果天下太平了 沒有人要捉了 我還要保持錦依偉 所以錦依偉是不停地捉人 不停地說 你那些人危害國家安全 你那些人想造反 其實朱元璋那時候 也有些覺得太大權力了 不如我們削一削權 但之後也沒有什麼顯著作用 過了朱元璋之後 又是把持朝政都很緊要 但是很多皇帝都很喜歡錦依偉 這一樣秘密警察 因為可以實行他們的鐵盤恐怖統治 特別是一些透過權力鬥爭而上位的皇帝 因為自己得到皇帝位 其實就不慶名正言順的 例如朱棣 朱棣發動政難之變 奪得皇位 當然希望自己無限坐下去 希望那些前朝有能力的人 或者不同意他上位的人 最好就消失了 所以錦依偉在朱棣期下 或者在位期間 是有得到更大的權力 又是那句 在位者虛脅 怕被人謀反 知道自己是名不正言不順的 明明說好了皇帝不是他的 他又坐了上來 以前就算警察抓人 都要經過刑部、大理寺、刀察院那些司法機構 即現今就是法院 但朱棣期間錦依偉 居然可以抓完人之後 自己進行審訊 審訊完之後就進行處決 完全不需要經過刑部、大理寺、刀察院那些 只要一聲令下 我們是受國家的指派、維持、國安 那就搞定了 所以很多老百姓一定很害怕 甚至乎朝中那些官員 都是很害怕出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自己如果頂撞皇帝 或者說皇帝你這樣未必好 得罪了皇帝也未必知道 可能死了也不知道 所以皇帝做些什麼 好 非常好 理說什麼都是對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權力膨脹到最後 只會引來腐化 冤架錯案不斷之下 特務治國這件事 最終走向滅亡 鬥一下鬥一下 那些反對派、中立派都沒有了 鬥哪些人 當然是鬥回朝廷裡面的官員 下面那些魚毛蝦蟹都沒得抓 要不就收了聲 要不就消失了 不知道去了哪裡 沒有鬥 沒有人抓 要證明自己好打得 很多人會危害國家安全 所以槍頭一轉 就由平民老百姓指向大臣 那你們看包青天 就說什麼 大打五十大板 其實明朝那時候 上廷都是會有這些所謂的庭帳 就是罰那些官員 一下一下打下去 當然要綁起他 綁起那個大臣 不聽話的大臣 打起他 但是鬥一下鬥一下 古代那些建制派 就發現 如果只要我們巴結到錦衣衛 我們基本上就不會有事了 所以就變成一個朝廷裡面 負責權鬥的一種工具 看看哪些不夠愛黨愛國的建制派 不夠愛黨愛國的官員 就成為下一個鬥爭目標 當時很多忠臣被殘殺 就是因為沒有去勾結 監官勾結了錦衣衛之後 就邏織一些罪名 殘害忠良 禍國殃民 最終都是令到明朝滅亡的一個很大原因 明朝並非忙於劉寇 並非忙於清朝 我想有七成是忙於李志成 但是李志成本身就是官 他就被人鬥一下鬥一下才造反 我們沒有那麼快去到李志成那裡 我們慢慢說 秘密警察其實每個國家都有 美國有FBI CIA 國土安全那些 香港也是一層一層的 首先警察 然後香港的國安處 然後內地在香港設立的國安處 三層 所有國家都是一樣的 明朝都不例外 最底層有普通的衙門 普通警察暴快那些 對上有錦衣衛 這位的對象就是管轄全國的老百姓 再加上朝廷大臣 但是去到朱棣的時候 我都說明不正言不順 奪權回來的 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就要不停地用國家安全的藉口 成立一些一系列的 國家安全的秘密警察組織 這位之上就是東廠 東廠之上有西廠 西廠之上有內行廠 最初東廠就負責捉人 然後交給錦衣衛去審訊 因為你每次都說他有罪 當然是不行 不能亂捉人 那我就好心 出發點是好的 東廠只是負責捉人 就不會審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後期又是東廠負責捉人 東廠又有權力去審人 審得一定有罪的 而且又是有些專屬監獄 專屬硬本給東廠 西廠更加是 我分享一個故事 在明獻宗的期間 有一個人叫做李子龍 曾經他煽動 煽動一些人去反抗 因為 喂大哥 你下下鐵碗管治 不能夠的 但是李子龍也做不到什麼 所以很快就被人搞定了 KO 東廠西廠都不用出了 錦衣衛直接搞定了 已經是 當時李子龍也是說一下 用把口 不要實質做到什麼 純粹傳 傳傳傳傳 越傳越大 然後很快就被錦衣衛 堆倒了 搞定了 那時候有西廠的 只有東廠的 明獻宗就擔心 究竟 是不是真的搞定了他 虛脅 怕 怕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怕自己皇帝的權力受到挑戰 所以很簡單 除了錦衣衛和東廠之外 明獻宗還派了一個太監 叫做汪直 出城打聽一下 打聽一下老百姓的動向 打聽一下究竟有沒有殘餘的分子 去危害國家安全 但是你派得出去 他不會說沒有 如果他說沒有的話 那就是做不到事情 不可以打 當然是說有 傻的也說有 所以汪直也不是愚蠢的 汪直出城之後 就到處報風捉影 比如說你問問人 有沒有人拿著刀 你今天看到有沒有人拿著刀 有 你家裡有沒有刀 有 大哥 豬肉檔當然有豬肉刀 家裡廚房當然有刀 不過他就把所有東西 炒炒起來 拼拼臭臭 說到事情很嚴重 明獻宗很危險 現在很多人軟對抗也有 眼對抗也有 什麼賊都有 有些人也有武器 很多人想騎劫 李子龍這個名字 騎劫 危害國家安全 很危險 明獻宗當然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但是 國家安全大於一切 聽完他所說之後 聽完太監汪直所說之後 就立刻做個西廠出來 西廠就是太監汪直為首 管整個錦衣衛和東廠 當然一層一層上 錦衣衛就殘暴過普通雅滿警察 管著錦衣衛的東廠 又比錦衣衛更加殘暴 管著東廠和錦衣衛的西廠 西廠就在他們之上 所以就更加更加殘暴 為了清除對王權的威脅 保住江山 保住朱 差點說錯過姓氏 保住姓朱一家的江山 朱姓的江山 最初朱元璋都會對那些開國功臣進行大清洗 例如派一些錦衣衛去監察一下 有沒有人說他的壞話 有沒有人煽動其他人說話 收集一下民間的情報 當然你叫他去收集 一定是有罪的 錦衣衛不會說自己沒有用的 不會說自己找不到罪證的 所以就會有胡惟庸案和藍玉案 總共殺了四萬多人 而且他們很鼓勵人家篤灰 有國安熱線 就是古代的國安熱線 除了特務之外 還會很鼓勵大家互相對待 有一次大學士宋廉 在家裡請了幾個朋友來吃飯 第二天朱元璋就問宋廉 昨晚你請了哪些人 有沒有喝酒 吃了些什麼 宋廉當然是如實作答 因為你也不知道 究竟家裡有什麼人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金手指 或者有些特務 朱元璋很滿意地說 看來你也沒有騙我 宋廉才知道 我家裡應該是有金手指 即是工人啊 姐姐那些 可能都是金手指來的 或者是錦衣衛假扮工人 然後監視他 所以當時全部人 連平民老百姓 都是一種白色恐怖的 除了錦衣衛之外 東廠西廠內行廠 我們統稱為廠衛 如果一比四大金竿捉到 或者有些什麼牽連到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 去了他們的獨立監獄 嚴刑敲打 屈打成招 然後你招過之後 就會連坐法 連同其他 你身邊的人 家人 全部都是有罪 要是死了 要是終身殘廢 或者用一些古怪的刑法 令到你手手腳腳沒有了 或者殘廢了 扭曲了你整個人 很恐怖的 這些就不播出來了 不說了 免得這個頻道 也沒想到 真可憐 有些什麼 嚴刑進發 我可以說一下 說得到的出來 肯定就不會有畫面 嘻嘻老老實實 朱棣 我不是說過他 謀朝三位 得到皇位 其中有一個 不妥他的大臣 叫做方孝瑜 是一個很出名的思想家 漁學家 文學家 他兼且 是做過劍文帝的老師 即是帝王的老師 在靜蘭之變之後 他不肯為朱棣寫繼任召書 繼任召書是寫什麼呢 寫到自己好像很名門正統 是上天指派我來做皇帝 我們是命征現順的 他當然不肯寫這些東西 最後敢以為 就把方孝瑜的嘴巴打開 然後 抹到最大 不僅是扯爛他的嘴巴 你好像 裂口女一樣 他的嘴巴不停地裂開 向著邊邊裂開 向著耳珠的位置慢慢裂開 口不是變得很大 但他又不能死 你抹大了口 撕爛了你的臉部的肌肉 去到耳珠下面 之後再撿你去鬧屎那裡 凌遲處死 處死一個人不要緊 死就死一個人 明朝很流行 明朝很多宗官都是不怕死的 所以當時就說 崖山之後沒有中國 死了一個方孝瑜 當然是不夠的 朱棣叫東廠和錦衣衛 抓了方孝瑜的家人 親屬 親屬家屬一定不放過 這是基本 我剛剛也說過 他是做文學家 思想家 兼職做老師 做皇帝的老師 他也有很多很厲害的學生 之後那些學生都被捉了 一共873人 就被人一次過處決了 當然 學生有很多人 自己有的就不殺 比如說他教過皇帝 他教過一些皇室的成員 那些就沒事了 那他下面的學生 如果是錦衣衛的自己有 就沒事了 比如說 某個人的老公的老爸 就是方孝瑜的親人 那是不是自己有 是自己有 就沒事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這件案子 數一數 就叫做諸十族 上上下下 整十個族 死了 那當然是一個 虛詞 就不止十族 家靖年間 明武宗 就沒有兒子 沒有兒子 沒有兒子 真的叫做 那他找了他兄弟的大兒子 去繼承他的皇位 即是明世宗 明世宗 就知道 甚至自己的老爸 都不是皇帝 他剛好 懶手撿過熱尖堆 所以呢 他就想把他自己的身父 變成一個皇帝 追封他老爸 變成一個皇帝 文武百官當然是反對 即是不可能這麼不正統的 即是無端端刪到皇帝出來不行 那這幫賢臣 就被人打成反對派 有九卿二十三人 漢林二十人 給士忠二十一人 御史三十人 總共二百二十幾人 就進展希望皇帝不要這樣玩 當然了 又是庭帳時候 禮刃 大打不知多少板 打打打整個朝廷都在血 最後有十七個官員 被錦衣衛活生生打死了 這些就是 你以為自己是忠臣的話 不好意思 你的效果一定是很慘烈的 除非你是不出聲 皇帝做什麼 好 皇帝維護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 好 生多個皇帝出來 都可以 沒問題 好 那你才幸免於難 明朝其實很多皇帝都很濕溝 不是皇帝料來的 明熙忠是一個做木匠很厲害的人 但是 他就不是做皇帝的料來的 做木匠是小學生的事情 小學生可能很喜歡做 做盧作 那些人很喜歡小學生的事情 但是 治國他真的不是這麼想的 逐漸逐漸 魏忠賢就把持了朝政 自己上了位之後 那當然是有些忠臣不忍具 那不要緊 搞定他們 就是把他們打成反對派就可以了 反對派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那就搞定了 根據刑史刑法治 有一段是這樣說的 明熙忠年間 就有四個老百姓 在自己家裡喝酒 其中一個人 就喝多了 罵了魏忠賢幾句 然後就扑街了 原來 窗外面 就有些特務在偷聽著 假裝路人夾月丙丁 那些便衣特務 然後就像拍戲一樣 一腳踢開門 扑街 你煽動 然後四個人都被抓了 就是這樣玩完了 那時候就已經有煽動罪了 所以明朝的國運幾好 國力幾好 那些天災大禍 就不是太多 實質就是因為這四個廠 殺害了太多中糧 有遠見的人不敢出聲 有能力的人不敢做事 逐漸逐漸 就是你肯說真話的人 就越來越少 那制度在無能的人 把錢之下 就越來越廢 所以有句說話就是 大明非亡於流寇 而亡於闡位 就是這樣來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實質滅了明朝 並非清朝 而是李自成 因為攻入北京城那個 其實就是李自成 然後順貞才自殺 自此明朝才滅亡 並非清朝所殺 因為清朝入關 就有很多轉折位 李自成也是抗清之一 雖然跟多爾滾的年代有少少 overlap 但是實質滅了明 並非清朝 而是吳三貴向多爾滾投寒 然後兩個夾手搞定李自成 李自成衰了 因為兩個夾在一起打 他當然不夠打 然後李自成逃離京城 殺了吳三貴的一家三十四口 吳三貴引清兵入關 然後多爾滾再將年幼的福林 即是第二個大清皇帝 由很東北的地方帶去北京 自此才真正正正清朝入關 所以經常說看雍乾 但是清朝的第一個皇帝 並非看熙 看熙只是清朝的第四任皇帝 而是入關之後第二個皇帝 因為他的資訊是有順治帝的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福林 順治帝再之前就叫做清太祖 即是皇帝極 皇帝極再之前就是魯爾哈赤 所以你這樣數下數下才可以計得到 其實清朝所謂的清 並非是滅明的清 正式為何明朝會滅亡 當然是多謝李自成 李自成為何要謀反 當然是多謝錦衣衛 那些特務機關 當然歷史上就沒有很明顯說 究竟是哪一個特務機關 搞到李自成要起兵的 但是歷史學家 普遍都是覺得 應該都是關錦衣衛的事 因為西藏那些 其實那個時間就很短 反而錦衣衛去到清朝之後 都仍然是存在的 不過改了個名字 李自成本身 都是公務員來的 他在那些驛站那裡 就是做驛策的 就是負責看著一些馬 或者看著那些文件往來 即是皇帝也好 地方官員也好 那些文件要送來送去 他負責看著這些東西 但是他曾經犯了一些小錯 例如不見了一些文件 那就糟糕了 雖然是一些濕性的錯誤 但是被人堆下堆下 金手節堵下堵下 就越整越糟糕 就被人炒了 被人炒了之後 就欠人錢 但是好欠不欠 就欠舉人的錢 那些舉人也是有權有勢 那他就一不做以不休 殺了那個債主 就是那個舉人 然後發現 老婆跟別人通姦 那就再殺了老婆 都不爭在 然後就是這樣去造反了 所以李自成就是這樣起兵 然後去到純貞二年 就打對漢宗 然後就慢慢壯大自己的造反規模 加入了自己的舅父 闖皇 那些人經常說闖皇李自成其實是錯的 因為原先的闖皇其實是他的舅父 李自成是闖將 並非去到闖皇 然後李自成才慢慢慢慢 上了闖皇這個位置 那麼純貞十四年 李自成就派人 派個太監去跟純貞 談判 原先李自成都沒有想做皇帝 不是的 原先不是想做皇帝 他打進去 那他就派了太監去跟純貞 講數 你現在就割了西北邊一帶的地給我 然後我就會退守河南 其實那個要求就不是很壞 但是純貞帝就不肯 不肯之後呢 就自殺死了 但李自成也不是什麼鞭屍 那些變態的 李自成下令了純貞帝禮葬 而且還放了公祭 那時候李自成就已經入了紫禁城 明朝正式滅亡 所以officially 明和清之間 其實是有一段gap位 就是有一個朝代叫大順 或者叫李順 因為李自成的名字是李 實質只有三年 因為1646年 就已經被清朝打回頭了 如果當年李自成不起兵 不打到北京 其實以明朝當年的實力 有些歷史學家 其實是說可以跟清朝 有得自戀的 即是清朝未必可以進去北京 做了皇帝 因為清朝本身 其實不是很想進去做皇帝 清朝本身是想拿一些好處 拿一些東西 怎知道你們玩 李自成 然後整個國家可以很容易打 拿起來 為什麼這些歷史學家 覺得明朝其實是有機會 繼續跟清朝走進去呢 因為就算純貞皇帝死了之後 都還有叫南明一件事 純貞是死於1644年 但是南明 就苟然殘存到1662年 就像南宋一樣 都仍有些實力可以繼續玩下去 不過歷史就是這樣 其實本身清朝 沒什麼機會可以整個明朝吞完 但是 那些官員 那些老百姓 就不太喜歡明朝 萬曆連奸 凡文晴 投奔後金 那時候還是叫後金 令到後金的實力 如日中天 厲害了很多 因為以前是一些藩人 是一些少數民族 沒有什麼文化背景 然後李永芳 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向魯爾克赤投降 兼赤送了火炮給他們 哇 大糟糕 恐有得盡勁 連熊兒大炮的鑄造技術 也送給清朝 其實都未至於去到清朝 可以這麼壯大 打得贏進去 沒辦法 被李智成一個黑馬 跑出 當年如果沒有金手指握李智成 李智成就不會輕兵造反 明朝也不會這樣死 歷史就是這樣 明朝第一人朱元璋成立的錦衣衛 居然間接令到純貞皇帝自殺死 直接令到明朝滅亡 你說歷史就是這樣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記得上patreon subscribeyoutube comment like share 好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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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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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curse critic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